周围田舍郎 木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 当自强 昨天咱们在书馆里就已经交代过了 今天咱们要讲一个人物故事 但是万变不能离其宗 咱们不能离开 乾隆年间的对面战争的主框架 咱们既然能拿出一集来讲这个人物 那肯定这个人物是有故事的 那这个人呢 在正史里边 也不是昙花一现 做过帝师 并且呢 是大清朝的封疆大吏 而且最后还是自吻身亡 您瞧了没有 这死法就透着他有故事 那这爷史笔记里边就更传奇了 有这么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呀 就是说他的 怎么说呢 叫与老主同年少主师 哎 您别以为我说这句话 它是个绕口铃 其实不是 我给您解释一下啊 这个主啊 是青少人的说法 就是称呼皇上 主子的意思 意思是说呀 这人身份奇特去了 这个老皇上的同学 是小皇上的老师 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做到如此的传奇呢 哎 那今儿的故事里呀 我肯定跟您聊清楚了 不但呢 这个人呢 有民间的传说 还被改编到了小说里排成的电视剧 并且呀 这部电视剧自发行一始 一直到今天都是炙手可热 被称为呀 这个清代 反映这个朝臣宫廷系的巅峰之作 以这个人为原型 编出来的这个人物啊 在电视剧里呀 还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这故事呀 那更是传奇了 得累咱们不卖关子了 那咱们就说说 今天咱们要说谁 今天呀 咱们就要聊聊这个 大清朝时任云贵总督 加太子太宝贤 刘早 刘林兆 那么说这故事一开始啊 咱就得先把这个主题掐准掐死了 别聊到最后 有人说 哎 你这个算闲片吧 这刘早跟咱们这个 清免战争好像没多的关系吧 哎 有关系 这清免战争啊 一共打了四仗 其中啊 这第一战 大清朝在云南最高的军政长官 就是刘早 那咱们就得先说说 这正史上是怎么说 刘早的 哎 这刘早啊 他出生于1701年 他死是哪年啊 1766年 也就是说 他出生于大清的康熙40年 死于乾隆31年 要说呀 在大清朝 这瘦数可不算短了 瘦高66岁啊 那哥这个中国古代讲的 人过七十可就古来西了 您算计吧 他又不是中间啊 他自杀了 这老头活的 他还得长呢 这个康熙40年的时候啊 这刘早出生于今天山东省的巨野县 哎 并且有具体的地址 什么地址啊 万丰镇 哎 现在镇政府的所在地啊 叫做苏吉村 先后啊 做过这个汉林检讨 又终于师徒上书房行走 后来呢 做了太常寺少庆 转座通光 升为迁都御史 这会儿啊 他可就是乾隆年了 他很受这个乾隆皇帝的喜爱 为什么呢 这人呢 他学识好 哎呦 自此以后啊 这人的官啊 可就平不清云了 升任了内阁学士 任顺天相识正考官 在这儿啊 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这个官啊 是个临时官 也就是有相识的时候啊 你才任这个正考官 不过呢 这个普天下的文官啊 都想做这么一两回啊 顺天相识的正考官 为什么呢 那您想去吧 这顺天府相识来考试 来应试的都是什么人呢 在京各不愿大臣的孩子 京八旗的孩子 在大清朝啊 这帮少爷的家屎 本来就是根深蒂固 走完仕途之后啊 自然就是入朝为官 到了入朝为官之后 回过头来 再看他这位乡士主考啊 可就得尊称他为老师了 自称啊 是他的门生 那您想想啊 要是做过几人 这个顺天府相识的 这个主考官 那这个门生们的档次 那了不得了 说到这儿啊 我就想起来了 这北京的中山公园 也就是这个设计坛呢 就是这个故宫博物院 紫禁城 西边那个院 这里边啊 有一个小门 这门上门啊 写着北京市第三幼儿园 旁边呢 立着一块门英石 这石头上边刻着 几个歪七扭八的金字 这书法着实不怎么样 但是名头了不起啊 无意中呢 我就拍了下来 在我这个视频里 就曾经出现过 说这么一个小门脸的 小坡幼儿园 无非就是北京市啊 排名靠前 那怎么就能够是 这么一个开国大将 给提的词呢 好家伙咧 您知道这个幼儿园里 念书的孩子 都是什么人吗 您别忘了 再稀一点啊 隔一条马路啊 还有一个大院 那个大院叫什么名字 里边的人都干什么工作呀 我不用给您多介绍 您自然也能明白 对了 我这幼儿园呢 和那对口 您想想在那当老师 接触的都是什么人呢 这群孩子 以后能了得吗 所以说您就能理解了 这个顺天府相识正考官 这个差事 当起来有多美 足够这官吹一辈子 并且说呀 还别忘远了 打十年以后 去各盐门口办事啊 方便了 全自个儿学上啊 得累咱们差得够远了 拉回来接着说流藻 总之啊 这流藻啊 这一辈子是平步青云 在这个乾隆26年 就做了这个云贵的总督 哎 这就离死不远了 中间呢 因为这个生母病故 所以在家丁优 还编写了曹州志 不但如此啊 还编写了其他著作 哎 就是这个曹州府创建誓愿记 还有这个赌庆堂文集 还有呢 就是林普廷记 这两本文集啊 没看过 不过呢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曹州府志和这个曹州创建誓愿记 这种地方府志啊 对这个地方文化的研究啊 非常有帮助 也就是说呢 这个刘枣呢 抛开最后啊 他的罪过不算啊 他可以说啊 是一位清代的这个高官 并且呢 是一位学者 那么说 这刘枣官生好 个人呢 又有学识 这好处他完了吗 没有 这个人呢 他人性还好 这个乾隆八年啊 他从地方官升任金官的时候啊 有人为了巴结 他就送了他四百两金子 直接给他 他肯定是不要 把这个四百两金子 就藏到了这个糟好的食鱼里 等到他发现之后啊 就把这个四百两金子呀 给退回去了 这朝廷知道了以后呢 这乾隆皇帝啊 就表扬他 说这个刘枣啊 方不愧四肢也 哎呀 您看今天咱这段书 我净拉点了 这个四肢是什么呢 我还得费两句话呀 跟您聊聊 这个话说呀 在这个东汉的时候 有一位名臣呢 叫杨振 这杨振呢 在朝里做高官的时候啊 有人求他办事 就把这个金子呀 偷偷摸摸的 在大碗帮傻的 往他们家送 然后就跟他说 您放心呢 这天已经这么晚了 没人知道 我往那儿送金子 杨振看了看他说呀 真没人知道吗 哎 这人一看啊 杨振这么问 觉得有戏 连忙点头说呀 真没人知道 一个人都不知道 这杨振就伸出了四个手指 对他说 天知道 神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自此以后啊 就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叫杨振四肢啊 当然了 这句话 跟咱老百姓没关系 这话呀 是说给那些当官的人的 这乾隆皇帝呀 哎 就夸这个刘枣 说刘枣这官啊 当的体面 他懂四肢 所以说 这乾隆皇帝就更喜欢他了 在乾隆十二年 他回家看母亲的时候 乾隆皇帝特许 他带着内阁学士的闲回家 并且呢 送给他妈妈二斤人参 那有人不得问吗 那这么好的一个人 最后落的一个自吻身亡 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哎 我可以告诉您 不可惜 该活该 那至于怎么个活该法啊 咱们讲完这个伊达缅甸 您就知道了 其实咱们先不揭秘 咱先按住啊 算个扣子吧 说完了这个正史啊 咱们就得说这个野史了 其实这个野史 它也是史 是野史笔迹 并不是民间传说啊 说在这个清啊 康熙四十年的时候 哎 山东这个巨野县 城西五十里 有个村子叫苏吉村 这苏吉村里啊 当然是苏姓人家居多了 不过有这么一户啊 他姓刘 这刘老汉呢 老年得子啊 这妻子啊 给他生了个儿子 哎 生儿子的时候 他就觉着这个儿子呀 不寻常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梦见一只麒麟 飞进了他这个媳妇的怀里 就在这个时候啊 他就突然惊醒了 他为什么惊醒啊 因为媳妇又分娩了 这媳妇产下一子 于是呢 他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啊 叫做刘玉林 您可记住这个名字啊 刘玉林 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云贵总督刘早 给这个孩子起名刘玉林 字林诏 这个字呢 也挺有意思 是因为父亲梦见麒麟入妻怀呀 而得子这么一个吉诏 才生的这么一个儿子 所以说 给儿子起这个字呢 才叫林诏 这个小玉林呢 那真是神童一样 六岁入学 十年苦读 便满腹精伦 于是啊 决定是进京赶考 怎可耐呀 这家境实在是不好 怎么凑啊 也凑不出到北京的盘缀 这玉林呢 就跟这个学堂里边的学长打听 说这个去趟北京赶考啊 得花多少钱呢 这学长说呀 省吃俭用的也得三十两银子 这玉林一听啊 完了 把自个家里边的东西全变卖 也不值这三十两银子 可是把东西变卖之后 这父母又怎样生活呢 这小玉林呢 就想到了 是不是能找这个亲戚朋友 告帮告帮啊 咱不是说了吗 这村啊 叫苏籍村 这姓苏的是人家这个村子里的大户 他们姓刘的本来就是一小只 他求变了族里边的所有亲戚 也凑不出这三十两银子 他就想起啊 这村里边的大户 大乡身 是谁呢 是人家苏财主 您可记住了啊 这个苏财主 这个苏字啊 也很重要 这玉林想想啊 平时在村里也见过这位苏财主 苏财主呢 作为一方之相懂 慈眉善目 平时又乐善好施 于是他想啊 是不是求求他能帮助帮助自己啊 可是呢 他作为读书人呢 又抹不开这面子 于是磨磨蹭蹭的就奔这个苏财主家走 走到苏财主家门口的时候啊 也万能万寸 这苏财主啊 正在这大槐树底下呀 晒暖的 这刘玉林呢 上前呢 给这个苏财主行了礼 这爷儿俩在这大槐树底下啊 就有一搭无一搭的聊天 这莫分的得有半个多时辰了 这玉林呢 还是不好意思张口啊 跟这个苏财主借钱 这会儿啊 还是这个苏财主看出点什么来 这个玉林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找我呀 这玉林呢 只能支支吾吾的 把自己进京赶考 需要三十两银子这事啊 跟这个苏财主说了 要说呀 这苏财主 他确实是大户人家 一方乡绅 乐山好施 不过呢 这三十两银子 确实也不是个小数目 按说呢 这苏财主啊 即便乐山好施 也只能啊 帮他一小部分 解决个十两八两的 这就是塔大的人情 剩下的你自己家再凑凑去呗 哎呀嘛 那么寸 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啊 这苏财主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的床榻旁边啊 站了一个大老虎 这个老虎啊 跟哈马狗一样 对着自己啊 是摇头摆摆 好像有什么事 要祈求自己 这梦醒之后啊 开开大门 正在这个门口啊 大块树底下啊 这暗自私孙 这个梦他很蹊跷啊 是不是预照着什么事啊 哎 就在这会儿 这刘玉林呢 借钱来了 这苏财主一看呢 既然苍天欲景 这事就不能含糊了 二话没说 回头进德加莱 拿出了三十两文银 让他放心的 进京去赶考 家里边的事啊 哎 这苏财主也会派人时长的 过去啊 料理一下 这刘玉林呢 拿过这三十两银子之后 感动的简直是不行不行的 暗下决心呢 如果以后这高官得作呀 一定会报答这个苏财主呢 他为了提醒自己啊 他就把自己的号啊 取作了苏村 这个号啊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提醒自己 不要忘本 自己是来自苏籍村的人 第二呢 是不要忘恩 是因为这个苏财主 帮得了自己三十两银子 自己才能够进京赶考 哎 说书不要麻烦 这刘玉林呢 带着这三十两银子 可就来到了北京城 到了北京城之后啊 第一件事就是傻眼了 那为什么呢 这在家啊 磨磨蹭蹭 竟过着借钱了 就没算准时候 到了北京城 他才发现呢 他到这来的头一天呢 这会是考完了 这再等啊 那就是三年 这刘玉林 只能安自的责怪自己 哎 怎么就没能记住 这个赶考的日子呢 哎 既然呢 来都来了 也不能转头 现在就回去呀 在北京啊 徘徊两天 也不枉啊 自己算是来京城一趟 咱们呀 先按下他布表 咱们这会儿啊 再说这个宫里 这会儿这宫里边 谁是皇上 哎 这会儿啊 已经是雍正年了 架坐着北京城 金鸾宝殿上的 那是爱心觉罗的印针 哎 已经是雍正皇帝了 对了 我这严实笔记嘛 他就是这样 无数的巧合 组织起来呀 他才有故事 哎 就是这么的巧 雍正爷呀 在这紫禁城的养心殿里边啊 也做了一个梦 他就梦见呀 在这个汪洋大海上啊 游远极近 呼呼悠悠的呀 飘来了一个黑点 飘到近处 他一低头才发现呢 原来是一枝水枣 哎 至于是这个海带呢 还是紫菜呢 哎 就不知道了 哎 这些都是便宜的 往贵了说呀 也没准啊 是鹿角菜 反正学徒 我知道的海藻啊 全是啊 从这个菜书厂看见的 哎 再往深了说呀 我也不懂了 这皇上做梦 自然有人给解释 这雍正皇帝们 他有专门的解梦师 于是一声令下 就把这个萨满太太找来了 把这个事啊 跟这个萨满太太一说 这萨满呢 哎 就跟这个雍正皇上说了 这正值大比之年 前两天这科考刚刚结束 您做这个梦啊 是不是预示着 有那个真有学问的人呢 他误了科考了 这雍正皇帝说 嗯 没准 于是就让首席人呢 到这个北京城里边 民间去查访查访 这么一查访啊 还真找着一个 就是从这个剧野来的刘玉林 这雍正皇帝 把刘玉林传进这个紫习城之后啊 一聊才发现 这人还真有学问 那再有学问 不经过科考也不行啊 哎 于是这雍正皇帝就决定 单门的给这个刘玉林呢 设一场电视 可是呢 这大清朝祖上有加法 不能给一个人设一场考试 那对呀 他文物第一 武第二 一个人考试算怎么当的事啊 哎 这考卷盼下来 您是第一啊 还是倒数第一啊 可是这雍正皇帝认为啊 这刘玉林真是个人才 不想让他呀 三年以后再入世为官 于是这皇上点外师恩 这场考试还要举行 考试的人呢 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误考的山东举子刘玉林 还有一个就是正宫我 雍正皇帝 那您想啊 您这刘玉林学问再好 跟皇上同堂考试 学问再高啊 那也得是第二 就这么着这刘玉林 点外师恩的就被雍正皇帝 点了这么一个榜眼 这雍正皇帝啊 看着自己钦点的这名榜眼呢 是怎么看怎么喜欢 于是就跟这个刘玉林说呀 你也别叫玉林了 朕呢 是夜梦一海藻 顺潮水 飘至朕的手边 你呢 干脆就改名叫藻吧 自此以后啊 你改名刘藻 这您可别乐 这史书上可真记载啊 这个刘藻这个名真是啊 皇上刺的 那至于前面那故事的真假呢 我相信您自己也有辨别能力 我在这儿也不跟您多磨叽 咱们知道啊 这个雍正年的只有13年 短短的时间呢 就过去了 到了这个乾隆年啊 这刘玉林呢 又做过这个试讲学士 这尚书方行走的试讲学士呢 平时就负责给这个皇帝 答疑解惑 所以呢 他和这个小皇上乾隆 又有办师之缘 那么这儿在朝野上下啊 就唠了这么一句话 说这个刘藻这人呢 可了不得 跟这个老主子 跟小主子关系深了去了 他是这个老主童年少主师 喜欢这个青史的朋友啊 通常啊 都是从这个普及版的文学作品当中 开始了解青史 那么这个文学影视作品的 带头大哥是谁呢 就是一部电视剧 这部电视剧的名字 叫做雍正王朝 他改编于二月和先生的洛霞三部曲 其中的雍正皇帝一篇 因为这个作者呀 在写书的时候考证了许多清代的文献 并且呢 从笔法上讲啊 又比较严谨 所以很多呀 这个喜欢青史的人呢 都拿他当了这个青史的初级版本了 实际上要我说呀 这文学 他不是史 把这个文学画本当成史料读啊 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叫做刘墨林 这个刘墨林呢 哎 他也是这个雍正年的举子 他也误了考了 只不过他误考的原因呢 是因为在他身上啊 搜出了骗子 这呀 在这个清代考场上叫夹带 要说这个刘墨林他冤不冤呢 他也冤也不冤 首先说啊 你带这个有字的纸条进考场 哎 就不行 这个守考场的兵兵不惯那毛病 搜出纸条来 一律认为你就是夹带 想打小抄 说实话 这也不怪他 他也不识字 即便您揣着皇上老爷子的圣旨进考场 他也得算是夹带 但是刘墨林他冤在哪呢 他冤就冤在啊 这张纸条他真不是夹带 他是一张当票 那么说一个进京赶考的举子 那为什么要荡荡呢 哎 那是因为啊 他看中了这个京城行员当中的一名女子 这个女子的名字叫苏顺青 您记这个名字啊 他姓苏 哎 就那么寸 这个苏顺青啊 对这个刘墨林呢 他也有恩 这话头啊 就拐到这个才子家人上了 说这个行员中的女子 对这一个这个才子有恩 能有什么恩呢 那恩情大了 您别忘了 行员中的女子呢 他指什么吃 这掌院妈妈妈宝儿娘啊 对这个苏顺青是重点培养 可是这苏顺青啊 就是喜欢啊 这个穷举子刘墨林 在这个花魁日以前就把自己的贞结呀 给了刘墨林了 那您想想这宝儿娘能干吗 宝儿娘指着这个花魁的初夜卖钱呢 把自己的贞结给了刘墨林 这是这个苏顺青对刘墨林的第一恩 那紧接着这第二恩又来了 就因为考场有夹带 第二次进考场的时候啊 这刘墨林根本就没进去 那怎么说是第二次呢 因为第一次啊 因为考场舞弊案呢 成绩取消 可是这雍正皇帝为了拉拢人才 还是把这个刘墨林点为了当朝的皇爷 这苏顺青以身相许啊 本以为刘墨林因为这个不能进考场 名落孙山就要回乡了 两个人回到原籍耕种刨除啊 过自己闲情野趣的日子呀 也就罢了 谁想到呢 雍正皇帝点外诗恩 又点中了刘墨林 那么说这苏顺青就不想做官太太吗 他不想 他知道自己啊 是这个风尘女子出身 这刘墨林一旦登堂入世啊 就会辱墨了他 所以这苏顺青啊 就离开了刘墨林 成全了这个刘墨林 一个好的名头 无奈 这刘墨林是百般苦求着苏顺青 最后也没答应他 所以说这刘墨林 理应视苏顺青为恩人 那刘墨林后来的结果 电视剧和小说啊 结果也不一样 小说当中啊 说他呀 被派到西北 年耕摇军中效力 后来被年耕摇所杀 这个在电视剧里呢 是为救这个少主乾隆 被刺客所杀 总之啊 都是死了 这个电视剧当中刘墨林的原型 就是刘早 哎 这我呢 就简短的跟您聊了聊 实际上要往长了讲呢 再讲个三小时也能讲 不过呢 不是咱们讲历史题材啊 该跑的梁子 得嘞 今天呢 咱们算个番外片 咱们讲了讲啊 这个伊达缅甸清军的主帅 说到明天正是精彩 咱们可真要和这个缅甸人开战了